好 最後這兩位 那就是這兩個啦 請舞陽跟馬丁出列 好緊張喔 這個對決今天 其實會蠻想贏的對不對 這樣就是蠻想要贏 而且他一臉就是在已經想 等一下要對女生做什麼事情 對 我在等那個效果 好 來 好 可以 馬丁先來介紹 我今天就做了 因為代表瑞典的就是瑞典的肉丸 許過比如說IKEA的人都知道 這是有肉丸的 對 對 但是這個 沒有... 這個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我親手做的 你看它的型 發票怎麼還在下面 你看這個型 IKEA的都是這種很遠很遠的 你看這個 這個是我今天做的 我花了三個小時 他故意不要 他那種椭圓 不是啦 他把IKEA買來 他把它壓扁一點 其實做肉丸其實很簡單 但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這個是每一個瑞典的人 一定都會做 然後通常都是可能是每一個家庭 都有特別的一些 一個小撇步 就是會自己做 撇步你也OK的 然後每一個人就是會有這種 然後像我也是從 我最早應該是大概五歲就開始 跟我奶奶一起做這些 肉丸 然後 然後肉丸 這樣子吃 當然是很OK 因為很好吃 但是如果要 真的有這種瑞典的家鄉味 那一定是要加這個 汁鍋醬 然後它不要 你不要以為它是甜的 或草莓醬或什麼 它其實是月菊 它是一種梅子 是叫做月菊 然後做出這個 然後其實這瑞典 你看我們這個月菊 基本上只會做這個醬 然後這個醬 不會拿來特別的 沒有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 就是會做一種湯 可是很少 基本上我們只會做這個果醬 然後基本上這個果醬 只會用在肉丸 所以它只有這個 也不會弄麵包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我之前是一直以為 這是什麼覆盆煤還是什麼 對 但是完全不是 它是這個 月菊 它這就是小可 小可的 吃起來也是酸酸甜甜的這樣 所以這個是酸盆用在肉醬上面 酸盆用肉丸 肉丸 這也是長姿勢喔 來 好香喔 這個醬吃法 我們也是第一次吃 怎麼好像是哪裡吃過 這個味道的感覺 IKEA 不是 沒有 因為IKEA 這個完全不一樣 不要再做IKEA 我知道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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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加這個糖的也有 你吃... 你吃...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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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的 對啊 這很加分 超好吃 有這種帥哥 你們一定會喜歡這個味道 你剛剛... 你剛剛也又看到我的照片 那邊就是我在做肉丸的照片 你不信 我給你看 好酷喔 好酷喔 你看 而且 就剪之前就是這樣子 真的耶 就跟這個一樣嘛 馬丁... 那你等一下可以這樣餵他們吃嗎 我沒有戴泳褲 好吧 算了 對啊 下次... 我們這邊穿丁制服都OK了 好吃 好吃... 非常好吃 還蠻想吃的 蠻想的 而且這一小口這樣吃OK 來 無陽 我覺得任何事情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從第一眼來的對不對 對 所以我的氣泡點已經贏了 因為我的牌本已經很漂亮 你看 我有麵包 我有肉 我有菜 還有很豐富的顏色 給導播看 他擺牌很講究 是 然後大家來解釋一下我們巴西的美食 其實500年來的巴西人 其實我們都是從各國的國家來的 我們都是個混血的國家 所以我們的美食 也其實是個非常豐富的美食 因為我們都是從各國國家來的 小口味的 是 那我們今天來帶來這道菜呢 吃我在巴西是非常衝動的一道 因為我們巴西就是每一個禮拜天 就必須要跟家人一起吃 這個是算是規定的 因為巴西的基督教的想法 就是一定要把禮拜天留給家人 那我們的迷迷武器 應該是我覺得 你如果吃以後會猜得出來 吃先 我舌頭很笨耶 舌頭很笨嗎 我只吃得出來 烏烈都發過耶 先... 它醬不錯耶 我以為是很乾的 是濕的 蜜蜜武器 吃得出來嗎 你的用心 我的用心是一定的 因為我只吃得出來芥末跟奶油 真的嗎 有洋蔥嗎 我要先來說一下 我們在巴西做的這道菜的時候 你們如果在電視上看這個節目 你們會發現那個 有一個鏡頭 我在炒的時候 會有好多火燒起來 你們會用巴西的果酒 叫Cachaça 就是巴西的甘蔗的白酒去做 果酒 果汁的酒 不是... 我們的國家的酒 國家的酒 國家的酒 我那個佛酒 你要不要喝茶 不行... 可是因為我今天想帶來一個 比較混血的 所以就沒有巴西的果酒 買不到 米酒 沒有 紹興 沒有 啤酒 高粱 高粱 高粱嗎 高粱 所以我想說這個帶來給大家看一個 台巴的Estroganoff雞肉 台巴 台灣巴西 好 選擇馬丁的 請舉牌 好 7票 糟了 還有人說為什麼 我們鄭中姐非常喜歡妳 他愛妳 那沒關係 這邊吃不完我都可以給妳 他希望妳贏 重舉 不是 不行 我們要公平了 7票 7票 舞陽勝算很大 好 選擇舞陽的 請舉牌 不用數了 舞陽獲勝 壓倒性的勝利 恭喜舞陽 恭喜 她的擺攤 我覺得真的是賣相非常好 應該是這樣 舞陽 你挑一位女孩 挑一位 幸運的女孩 幸運的女孩嗎 選她 來... 蝶粉 她一直支持著你 蝶粉 來 來 來 瑞典人往旁邊站一點 不是... 贏了 家在中間 家在中間 還叫人家瑞典人 太過分了 請問妳 期待我今天做的菜嗎 期待啊 不然我頭頂乾 這小子這是很會耶 妳要用巴西話 用巴西話嗎 講完然後就餵她吃這樣 來... 等一下 哇塞 妳這樣撩 然後把她在下面綁 沒有破壞性印象 好 抱歉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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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可以喔 我願意給妳 說什麼 我是說 是我的... 是我的榮幸 為她一輩子做服務的 謝謝妳點個再來囉 謝謝 謝謝 來 我來幫妳拿這個 幫妳拿這個 妳拿這個嗎 妳是女僕的小聲 我是福神委託 萬一她愛上女僕怎麼辦 對 打開嘴巴 請用巴西話打開嘴巴 菲拉怎麼樣 好吃 好吃 可以說多一點口感嗎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以為會很乾 但是她配上那個醬汁就是 有那種芥末的那種 其實 謝謝 其實這道菜 它原本吃的方式 是要趕快做好 就馬上吃 因為我用的是鮮奶油 是的 不過馬琳今天要帶來 一段 要教我們跳一點 對 應該是說 因為我剛剛也是說 這個肉碗是 不管是什麼節日都會有 對 那其實瑞典人 最喜歡的一個節日 是中夏節 中夏節 中夏節 夏天 夏天的時候 對 它就是夏天的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是會辦一個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會吃很多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 特別的一個地方是說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一個中夏樹 一個中夏樹 然後這個樹是 就是一棵樹 然後就是有 就是它有像石子 然後旁邊兩個圈圈 然後大家都會繞著這個 這個中夏樹 然後跳舞 然後就是很 很開心 很快樂的 就是傳統的一個 然後就是 對啊 所以很傳統 然後就是很 是有一點白目 其實說 可是很好笑 很好笑 很可愛 很可愛 等一下... 我看那個小林應該放不開了 小林 其實大家就是 應該就是有撞下樹 然後大家都是一個圈圈 就是我們就是順著這樣子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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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動作呢 動作很簡單 就是 不然你來當樹 那你360度被圍繞的感覺 好 好 一開始就是走路 然後他們會說 沒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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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一一八 沒有耳朵 沒有耳朵 也沒有一一八 然後就是 嘩嘎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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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青蛙嘛 好像可以 等一下在整我們吧 沒有 真的 真的是這樣 這個人輸不起吧 沒有 真的 大家都是這樣子跳 然後都很好玩 好 看一下女孩喔 看一下女孩喔 好累喔 好累喔 感覺很舒服 我覺得她會對了 因為剛才一點小燕是一個大的節日 所以大家當然也是 因為妳放得很開 好累喔 我剛剛也是這樣 對 妳放得很開 然後妳前面又是一個 放得最不開的人 小燕一直偷看 來... 覺得是不是搞笑節目還是什麼 會被怕被整人 而且剛剛真的繞去 我不知道是千太小燕子 我超暈 超級暈 我今天是蠻開心的 就是有至少是帥哥服務 我覺得世界各地的美食 我們也長知識了 就知道各國的傳統和文化不一樣 原來魚要 我要放主編 確切喔 再次感謝所有帥哥 還有美女的相助 謝謝